大家好,欢迎来到无说八道一起学习成功之道 绕了东南亚将近半圈之后 全球第二大连锁便利商店全家 终于在2020年MCO结束后进入槟城 每当经过附近的全家便利商店时 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大排长龙等着进店里购物 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吸引那么多人到这便利商店朝圣呢? 全家的成功秘诀到底是什么? 这一集的影片就让无说八道来为各位讲解全家的商业模式吧 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这个家喻户晓的品牌 决定进去海外和大马 一切离不开一个人质 便利商店是美国的产物 却在日本发扬光大 从美味的咖啡到自动提款机、便当 包括酒类在内的各种饮料 演唱会门票 便利商店里应有尽有 它是日本便捷生活的象征 据在截至2016年3月底为止 日本的便利商店数量达到54,839家 也就是说平均每2317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 即进军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四国后 全家在2016年正式进入大马 携手当地企业 即第三大鸡蛋生产商 全力支援有限公司合作 计划5年内展店300家 所以就有人问 全家绝对不会自己进军当地市场咯 全家代表董事兼主席 泽田贵司表示 的确如此 尽管对另外两个东南亚国家 柬埔寨和缅甸也很有进军的企图 但他还是老话一句 这完全取决于合作伙伴 如果我们找不到伙伴 我们不会去 而原因自是不难理解 与其貌貌然进入一个陌生的市场 透过与当地伙伴携手合作 风险相对的较低 泽田贵司说 我们不经营便利店 我们也无法经营 你住在这里 但我不住在这里 所以我不了解这里的市场 譬如 在回教徒居多的大马 要如何解决清真时评的认证呢 自然是当地合作伙伴 驾轻救赎 泽田贵司直言 对于清真认证 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只知道它很重要 但我们无法去执行 并把食品都符合清真认证 但权力资源十分了解这一切 我们信赖它 这也是他们拥有的最大强项 权力资源执行董事 谢立凯披露 全家采取缤分两路策略 一方面为负责本地生产食品的产发 申请清真认证 另一方面是过滤筛选进口食品 举番含非清真成分食品 一律物引入 全家 是与权力资源旗下独自指公司 Mancingcome资源私人有限公司 签署20年特许经营权 20年届满后 可再延长20年经营权 20年很长 把公司的品牌和未来交拓给 另一个企业长达20年 对于合作对象的选择 自然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人和信任 是全家挑选合作伙伴时 测重的条件 测天贵师指出 人是全家得以在日本乃至海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团队非常重要 当然总部 分店 合作伙伴 加盟商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信赖和一起合作的人 要成功 这是最重要的元素 而对外人的信任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你设立一个清楚的目标 制定计划并尽力达到目标 如果你们有设立共同目标 你就会了解你们如何办到 是因为你吗 是因为我吗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呢 如果你没有一个目标 你就永远不会知道 在日本我们对每一间分店都有清除的目标 我们检查服务品质 清洁度 每一间店都检查 所以我们有特定的目标 而且我们会查看结果 否则的话我们无法信任 对大马的合作伙伴 测天贵师指出 我们研究了市场 见了一些人 最重要的是 这些人必须是我们可以信赖的 谢立凯先生是我们能够信任的人 而且他们拥有知识与经验 能够生产高品质的产品 财务也很健康 所以我们选择了权力资源 授寻及如何取得全家管理层的信任时 谢立凯先生表示 信任和人是长期合作的基础 权力资源和全家拥有相近的价值观 和经营哲学 即创造价值 让所有人受惠 本土化 Localization 也在全家的成功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日资与当地企业 成立合资公司后 最高管理层多数由日本人担任 但全家则由当地人出任 台湾是由台湾人担任 越南由越南人担任 这里是由谢立凯先生负责 公司必须由当地人营运 而他们日本人从旁支持 这是他们的理念 此外 在开设门市时 也迎合当地的商业惯例和消费行为 虽然各个国家地区的全家 都挂着相同招牌 但各国和地区贩售的商品 不仅相同 陈列的方式也各具特色 例如面包一般都装在袋子里 但菲律宾人认为 放在袋子里的面包不新鲜 因此在菲律宾的全家 面包不装在袋子 而是令色橱柜百卖 再譬如关东族 在大多数地区岸利出售 在中国却是岸串出售 来到无辣不欢的大马 关东族除了原味汤底 还增加了冬盐汤底 虽然全家来自日本 却必须调整并融入当地市场 追随消费者的需求 本土化很重要 但却不是一切 你必须要全面考量和了解 包括了解本地 了解日本 亚洲 乃至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 所以你必须教育自己来自我提升 面对市场上现有同样24小时营业的 外国和本地同业竞争 泽田贵师举日本近50年零售业变化指数 从百货公司独大 霸几市场崛起 便利商店的出现 演变至如今的称霸 市场一直剧烈变动 面对趋势的变化和市场的改变 最重要的是 必须自我改变来迎合消费人的需求 他认为便利店服务模式 将会是未来的服务模式主流 即贴近消费人生活环境 而且提供各种便捷服务 大马人并不是未见过便利商店 国内的便利商店品牌也不少 但全家第一间门市店开幕时 发生了一股现象 货柜上的食品抢购一空 社交网络上更是疯传 话题性实时 谢立凯先生表示 大马人空前热烈的反应 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他分析 这可能和几个原因有关 包括全家是知名品牌 国人在海外旅行时 已对全家的产品有所了解 而媒体的报道 也提高了国人的意识 他认为全家有以下特点 生鲜食品 中央厨房制作 每日两次补货的即时新鲜食品 如日式饭团 便当 三明治 沙拉 泰式米粉 关东煮 包点 面包 鲜泡咖啡 冰淇淋等 可满足消费人在不同时段的胃口 商品包罗万有 每间店面有约2500种商品 当中约500种商品 自海外进口 从饮料到个人物理都有 体现日本便利店 Combini带给消费人的便捷服务精神 在店里提供整洁舒适的环境 座位 插桌 分类垃圾桶 及厕所 此外 包括地送和领取服务 缴付账单 打印和营印等服务 也将在明年陆续推出 不得不提的是厕所 日本的全家设有厕所 当谢丽凯先生 抑郁将这项特色在大马落实时 招致许多反对意见 最终他还是决定一事 他说 我们听了大家的意见 但我们依然想要去尝试 很多人说 这在大马行不通 但我说大马人是可以的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帮忙 保持厕所的干净整洁 一个成功的企业 肯定是有他自身的秘诀和商业模式 如果您也是正在创业或开创自己的生意 不妨也可以参考全家的商业概念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各位敬请留意下一集的影片 我们将会为各位揭晓 到底是哪一位大马人把全家引入大马的 如果您想知道哪一个人事物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假如您不想错过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别忘了 订阅、按赞、分享和点击subscribe旁边的小铃铛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